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人体受到细菌或病毒的入侵之后 首先会产生Igm 作为我们第一度的防线 这些Igm 维持的时间比较短 但身体之后就会产生Igg 作为一个比较长远的保护 正正因为Igm阳性通常都会被视作为目前有感染 或者最近有感染 而Igg阳性通常都是代表曾经有感染 或者已经有免疫力的意思 中和抗体是指那些具有化解 或者减低病毒传染力的抗体 这些抗体能够阻折病毒 让他们进入不了人体细胞 而造成感染 接受抗体测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身体在接种疫苗之后有没有一个免疫反应 我们建议在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的二至四个星期来抽血 检查血清内的抗体水平 以仰和医院现时所采用的化验标准 2019冠状病毒的Igg 如果达到50 AU 或以上就会被视为阳性 但值得留意的是不同的实验室可能会用不同的仪器 亦都会采用不同的基准来判断一个样本是属于阳性 还是阴性 而为了帮助我们了解接种人士的免疫力 我们会同时检测中和抗体 另外根据现时的研究资料显示 一个阳性的抗体检查报告 只是可以反映到一个人的免疫力 是不能确保日后一定不会受到感染的 每个人对疫苗的反应都不同 例如一些比较年长的人士对疫苗的反应会比较低 而一些长期病患的人士 例如长期肝病 肾病 癌症 或者正在服用一些抑压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士 他们对疫苗的反应都会比较顺色 而那些曾经感染过2019冠状病毒的人士 由于他们的身体都有记忆细胞 所以他们只需要接种一剂疫苗 身体就会产生一个理想的抗体水平 而免疫系统正常的人士 一般来说在接种两剂疫苗之后 身体都会产生一定的抗体水平 疫苗免疫效果可以维持多久是会视乎很多因素 例如接种者的健康情况 他们的免疫力和社区有没有一些变种病毒的流行 另外在接种疫苗之后 身体的抗体也会随着时间而慢慢下降 所以接种疫苗之后仍不需要保持社交距离 以及遵守其他预防感染的措施